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确诊进入第四天 选举行程并未因此中断 除了派分身来跑行丛 他今天也召开首场线上记者会 畅谈教育政策 而会中也回应媒体提问 对于中广与盖洛普合作的民调 领先张善政三个百分点 郑运鹏说这证明他的努力获得市民认同 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确诊进入第四天 选举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歇 他今天召开线上记者会 畅谈教育政策 他提出了校舍全面升级 顶尖大学课程先修两项主轴 除了要全面提升校舍 未来也将与顶尖大学合作 将课程导入高中 我们的高中学子 他们在桃园在地就有机会 在上述的这些顶大门 我们不只是跟他们在用地上面的合作设效 我们也在课程上面希望他们回馈给桃园 回馈给桃园的高中生 让他们及早准备 这个航空城就是大学城 高中生活就是大学生活 我们希望达到这两大目标 郑运鹏确诊为亲政 无法外出的他利用时间看书看动漫 而他也表示这段期间由分身代替扫街 心里过意不去 有时候时好时坏的这个咳嗽会比较多一点 我想大部分跟我上网找到的状况差不多 那市民朋友嘛 请不好意思 跟我们支持者也不好意思 就是说这几天大家常看到的是 人行立牌到处晃 这样子 对啊 这个我心理上比较过意不去 中广与盖洛普针对具代表性较争议的 八线市进行民调 其中桃园部分 郑运鹏领先张善政三个百分点 郑运鹏说这份民调与郑文燦市长掌握的民调差不多 证明了努力已经获得市民的认同 那跟我们之前包含郑文燦市长 他所掌握到民调其实趋势上跟差距上都差不多 所以我相信他是在这个选举的进程上面 过去我们一个半月的确是努力有的成绩 有得到市民朋友的认同 盖洛普民调透过住家电话与手机号码于13号到20号随机调查访问 抽样误差在正负3.54百分点 较为特殊的是尚未决定的人占36.5% 其中女性选民比例很高 显示桃园选情还未炒热 多数人不表态 蓝大于绿的选区似乎不复存在 距离选战倒数60天 桃园市的选情还在拔河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